第二节的比赛 上海队在场上 现在还是斯科拉在上面打 今天斯科拉这个比赛下半场的启能堪忧 袁鹏输了 看不清楚 后一个 这个阵容应该是他最强的 王荣奇 笨达 包括曾文鼻 曾文鼻跟左正年换一换 是 王荣奇上了 因为他引回上来之后 他不太用王荣奇 他愿意用理科7 但其实王荣奇的身体条件 包括他的场上的冲击力 应该是他更好 王荣奇的状态不好 太亮 蓝蓝空心 这下也没要到哨子 斯科拉 还不错 文达这个传奇 我也是表明斯川这个队真的是没有任何记录性 这感觉好像是可以传 我就传了 提前放归 前两天看了库里在赛琴的那个 已经炸一个继续的那真漂亮 你看见库里扣篮摔跟子 那个绝对是本年最佳了 能讲800年 人生最想删掉的一段视频 关键是他比较前时候还投个三分赞 是 这个就比较迥了 刚才曾文鼎投中一个三分球 我们看篮下张导直摇头 杀手 曾文鼎比较是有那手三分 阿婷 好传 王万元 你就真的不能一刻晃神 感觉似乎曾文鼎要投了 结果自己房东队往里一走 严鹏又晃神了 严鹏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对 其实这个不应该 就算这么你要投的话 这个位置也是顶篮板的位置 没得顶 富兰克林 罚球没有中 贾马尔富兰克林这个赛季场均能拿26分 他是在1月22号当时在客场队青岛队的比赛当中 他拿下了51分 18个篮板和13个助攻 上海队要再换人 换下严鹏 换回罗启东 这个一个晃神队你把他换下 下去行行行 严鹏因为前面还有一个进攻失误 我上一轮这个失误的确是藏中的比赛 嗯 已经赢到一个比较好的局面的结果 是连着失误了四五个 是 说实话 山东队上一场打的也并不是很好 真不好 并不好 他应该说没有打出他三万元付出之后的一个高水准 只是一个比较一般的水平 是有机会赢他的 这就是今天下午呢 我们也有别的这个 哎 怎么点啊 他只有这样 就是能船一定船 比如说这个宝岛斯科拉 斯科拉来了以后呢 这个正版斯科拉来了 宝岛斯科拉去了四川 好球 开亮感觉好 就和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就是 今天下午在和其他的媒体同行我们在探讨的时候也说到上海队现在的问题 上海队的问题呢 就是容错率低 就是不能 就不允许你犯错 你一犯错呢 这比赛就要花 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场上呢 你看很多环节做的都很好 但是呢 它是这个成串的 你很多环节做的好之后呢 你一个环节上面出问题 结果还是不好 结果总的实力不强 对 总的实力不强 那容错率就低 对 你像现在广东 可以容错没问题 是 我犯点错呢 我靠核心队员的爆发力 我靠进攻的稳定性 我能拿回来 但你不行 你必须靠每一个环节执行的好 你每一个细节执行到位 你才能营求 所以说到底就是什么呢 人家是这个高级别玩家 我就是可以用这个电脑操控 我可以挂机打 我们呢 是低级别玩家 必须要靠你这个实操 靠你这个微操 一点一点的微操 就这么个体位 你这出去打野都不能放松 你先露一个 四川这个队失误也是真多 换一下凤达 三川这个名字 大家乍一看都期待着是我们上海中学球界的明星运动员能够打CBA 武爱中学的明星运动员 好远 刚早打了没多久 刚早打了没多久 这三万人看上去也没什么优势啊 对 尤其他这个大来源汤姆森呢 在场上你看他打的比较不随意 四十二比三十四 一个三分球把比分砸到八分之后呢 暂停了 对 这场边这应该是外国球迷啊 都扣嗨了 林介文东这个扣篮上海队三杰打完 还是好有一分领先 但是呢冰西队这会儿已经追上来了 看王鹏这个起跳的距离啊 和滑行的距离来看 这空中真是有滑行啊 扣篮的时候身体还在上升 扣篮时间剩的不多了 贝泰特一个人几乎运了二十秒 最后时刻出球 出球一直在给到内特罗宾逊 两届NBA全明星扣篮大赛冠军 这个是给很多身高不够的喜欢 男球的孩子们有大的问题 身高不够 但是没关系 也是能打到底线水平的 你得有的谈跳啊 你得有的对抗 我们水平也有吧 一米七有个一八不到的打水平也是有的 有 原来上海队有一个后卫张远 张远 张远 对 李导说的是老后卫张远 我们说的是前几年小的张远 从河南选过来的运动员 都是一米八不到的 包括我们的罗汉琛也就是一米八出头 小罗也就是八四我估计都够三 就是八二八三 3秒 变唱 结束 变唱 变唱 有朋友提醒我们说 其他平台上面的同事在转这个比赛 他们说Net罗宾逊是来替弗雷代彻的 这个脑洞开得够大了 所以玩笑开大 好球 斯科拉 没出现 这是什么球 还赔犯规 斯坦打球就是那么开心 太随意了 再看 之前斯科拉一条龙 所以说这种球队 你说他实力有多差也真弹不上 就是打了被打散了 四川上个赛季就散了神了 新年定上加并 我们CBA联赛 这个是没有升降级的 是准入制 准入制 再加上没有新年的选秀权的激励 所以强弱队之间的分野确实是比较大 像吉林队 这个积贫积弱多年了 当然今年算是有进步 西川球我看了不多 但是感觉他比这还不如北控 他还不如北控 对吧 北控 他应该算 但经济神上他还比四川好一些 是 北控不一样 你首先呢 北控他的这个从经理人到教练人是在整个CBA的中国篮球的主流篮球圈里了 你和这个四川不一样 四川呢 从投资人到他这个教练团队 到他的这个运动团队 大多数是在CBA的主流话语圈之外 那这个带来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首先你在这个队员交流上面就有问题 就有特别 没有话语圈 之前杨学增指导带的时候 大阳他有他的威望 他有他的圈内人脉 要人啊交流队员啊他有他的优势 再往前呢 这个叶鹏叶指导做这个总经理的时候 他有和山东的这层关系在 现在这个队伍 你先用外交 再用一个本省青年队上来的一个教练 你这队我们说没有人脉 球员场上的反应就是他平时训练一种方法 对 首先我们看到说教练对这个球的掌控力一定是不够的 对 要不然球衣随意性是一个最大的吸血 就教练掌控力 是 我们不忘了你能力怎么样 这种态度是很重要 是 四川在教练员的选择上面之前也是用过 这个其他的一些教练员 他上CBA最早用的是明南指导 之后呢用这个杨学增 再接下来用外交 现在用这个本省的教练员 有效 四截七人刺打四截四人刺 这个外援差这么多 这比赛现在上海队领先超过十分了 因为外援没感觉有外援 对方的两个打得很松下 什么情况 在比赛开始前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们得知机门打不了的时候 不管是在专业的媒体圈 亦或是在其他的上海队的所谓的朋友圈 我们的熟人里头 大家对于本场比赛的结果是非常悲观的 现在来看 我们悲观的是不是早了点 但也不能现在说这话 毕竟才打了一截半的时间 毕竟斯科拉这电池续航有限 对 虽然有15分的领先 但弗兰克林这个点 可能会爆发我们知道 是 呦 来一下 这一巴掌 这时候不投资在那里的球员 这都不投资 啊 回来呢 这个小孟在获胜团球的时候出了一个失误 让对面弗兰克林扣了一个 弗兰克林显得好像也很郁洁啊 实际他要真的想好好打的话 他就可以不停的听着要求 因为他的确和其他四位来看 他的能力的超太多了 对 从他从他主观音乐来看也不是这样 输多了 无所谓 你看这个球 罗徐东在他面前急停跳手打一个 攻炎袍 还好没犯规 他们车 对 他们车确实是有篮啊 对 出所同时犯规的 抢篮板球犯规 吹了罗徐东 罗徐东现在要控制自己的犯规数 今年这个犯规被六犯罚下的这个次数太多了 而且他不打30分钟 他一场也就这20分钟左右 这都是黎岛上一次直教上海队时带起来的子弟兵啊 哎 又来了 又差一点 断一个 这就是干什么 汤姆森 篮球 汤姆森一出去呢 你剩下的内线对张兆旭毫无威胁 汤姆森感觉他打当道是直接打成一个 但是他打当道是信心不是反正的 前旁很抖 小梦 小梦 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是我们秀一把库里那个角度 对不起 哈登那个角度 罗徐东 哎呦 罗徐东今天感觉好 只有罗徐东这次复出之后总的状态是不错的 16分了 四川双外圆现在只得了40分 再有三分球 开场这三分不错 现在三分也没了 这整体的项目的的确不一样 可能你实力比我强 但是你打得换战 毕竟上海队目前来看失误不错 是 他对凝聚率那是远高对方的 远高于对方啊 差太多 陈辰 这个跟他两个人打架是一样 你个比我高 力气就很大 看我比你失去主力 不是我练过啊 换上阳岳 换下陈辰 对方 并确发生同志进攻 积极全力防守地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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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鹏 哇 真坚决 别客气 他除了富兰克里这个点害你就没点了 对 而且其他球员呢 空位跑的一般 要丢 时间快到了 小孟 控制动作 要投了 外线三分 这头的这个抽手一看就是扛把子弄的 歪的 扛把子 长两分 长两分 投中了 58比40 我真觉得四川这批球员 我真看他们球不多 不知道小时候是哪练的 这个动作 那个侯天一也是 他那个头盖的那种 完全不正规 青年队教练就是 现在的主角练是尹葵 尹葵 尹葵是14年开始带他去青年队 他带青年队的话 你差不多14年开始带的话 那就是 当时14年18岁左右的运动 大家算一算 差不多96 96年龄的 现在22分 这么打下去 当然 这也是 很有可能的 而且这么打下去呢 扎尔登一会儿可以让 斯科拉提前下 让他休息一下 其一呢 富兰克人进攻医院不让你强 其二呢 实际上整个的也不怕 哎 完全不怕 没有戴手绿手不行啊 咋你们什么了 这 那是吗 你看 本来是比对方弱 但一看呢 对方能单画圆了 心理统是有想法的 结果上来又是一闷滚 就是啊 扑了个晚脸会 所以 这这比联赛呢 现在 建立了主路级 但这边 始终没有建立整好的退出机制 对 我倒觉得像中叉那样有形象 但是呢 有退出机制呢 对于球队是一个约束 对 你就不可能就打这种烂球 不允许你打这样的比赛 吉林也是通过好多年的争达之后 一年他就起来了 是 我们看看四川打的原因才会起来 北扣时机上他也一直是有想法 他的外援真的数字很高 是 他的国内学习机还是可以 只是说他四川队的气氛也完全不一 外线 严鹏 又一个 61比42 上海队在场上已经是领先了对面19分 告诉大家 在开战形成我们是单外人 是 您没看错 真不信 对面双外援打了两截 四截七人次的外援使用规则 四川真没办法 他除了弗兰克林的点就没办法 他的其他的队员呢 就是他拿球他跑战术感觉都跑不出来啊 就开净那几个跑得还不错 之后就不行了 拿着球对着框滑两下再回也没有穿插 你王龙齐还是在找弗兰克林 王龙齐自己攻击力挺强的 对 王龙齐要自己攻啊 老是找外援 找外援还不行的 这比赛说了我们俩已经开始给四川队加油了 这比赛时间还早 上海队首先不能放松 把这个优势保持住 那还早了 的确是没问问的 太早了 三分球 延鹏还是他的招牌 延鹏就干两个事 进攻篮球 然后三分球 延鹏立须解决的就是防守控制犯规 然后控制自己的注意力 来看 其实我觉得他的跳的这项能力 应该不如当年的翟翼 不如翟翼 但是你看他进攻篮球的嗅觉比翟翼还要好 篮板球最重要就是你刚刚说的嗅觉 他比弹跳更重要 包括小楼也是 这么矮的篮板球长得还不错 但是他跟延鹏的抢的方法又不一样 但是第一点是一样的 他判断都很准 判断准 用的方法不一样 小楼是找一个落下的点 而延鹏是有起跳动作的 是 可惜 翔鹏这一下呢 不运球直接打 没有同工 小楼 运动了 因为三个犯规了 所以也不下手 你觉得看不然特别能力真是强 这行听见的 这个技术真棒 而且你看这变相车它直接是扣篮的 扣篮 扣篮 看两米多 小楼那么是 应该很轻轻 是 好传 哎呦 要去了 再给到延鹏 这球失误了 最后的10秒 黄荣奇 黄荣奇这球没打进 汤姆森 篮下再打 没有 进攻篮笔球 汤姆森再拨 拨进 护蓝光 嗯 呃 四双队呢 最后时刻在场上呢 呃 运动上海队进攻效率下降 打了一拨 因为观众都沉沦冷了很久 嗯 突然是被听到观众在黑胶 是 第二个话 上海队在上场比赛最后阶段 对方推上了一些分数 但是现在依然领先12分 最多的时候领先到21分